白羊座一月到三月呢 守护星火星会从你们的事业工一路出发 往合作合伙的工位以及精神追求的工位这样去行走 所以呢你们哪怕过年放假 你们的心里面还是会惦记着自己的事业啊 前途啊等等现实的任务 似乎只有搞财啊做事 才让你们感觉到有意义和价值 没有那么孤寂迷茫 因此呢孤作读书方面 未来三个月白羊座会跟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或者意外场合相识人聊得不错 反而本身那些亲密关系感觉有些隔阂 但是双方如果不熟的话 却感觉交流挺顺畅的 一月到二月尤其是一月十四日 日水火齐聚在你们心盘的事业工之后 工作容易迎来比较重要的任务 领导可能会交代白羊座一些事情 或者是检查你们 虽然临近过年呢却不见得能够偷懒 并且呢此时遇到的对象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可能对方的一个地位也比较高 一定要做得更好才能够符合要求 不过呢这个时候也是职场获得回报的一个时间 比如说之前工作做的到位的话 白羊座此时也是比较容易获得一些荣誉和家缺的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地方那一季度还有一个重要的发展 就是我年营里面说过的 你们去年想过的一些计划 这个时候会得以展开筹备啊 并且慢慢的开启那这个开启呢 会给白羊座带来新的正裁运 不一定说一季度这个正裁收入就会立马提升啊 但是它会预示着一个未来的趋势 你们自己也很清楚只要好好的做 假以时日这个收入一定是会增加的 所以也会愿意去投入 那要避免的呢就是情绪的拖延 三个月呢会有一个阶段 因为内心的这种迷茫和焦虑 力量呢显得不太安定 就是不是很坚定现在所做的一些事情 那这种情况会在三月十一日到二十一日 日水进入到自我公位之后逐渐改变 你们在精神层面会更加勇敢 鼓励自己踏出舒适圈 去做更大的挑战 因为下一个季度你们的整体工作生活会有大的一个变动 所以那个时候白羊座会迎来更大的一个转运期 那爱情人这方面呢 精心从图像公位走到水像公位 整体的节奏是趋缓的 这对有伴侣的或者是注重人际交往的白羊座来说呢 意味着一些问题此时能够得到缓和 或者至少可以拖着 就是当下我不要求自己去看见这个问题 不会被外界要求马上去处理它 所以呢白羊座未来三个月记得释缓则员 做任何事情呢都别要太用力 包括工作读书和人际情感方面 因为呢无论如何 其实这个时候都比较需要等待时机 你们面对的一个环境呢 也并非完全的一个平等公正 有的时候环境其实稍微支持白羊座一点 当中的人偏向白羊座一点 你们就是赢的那一个 胜出的那一个 或者说努力的价值 或者认可的那一个 这个行业也代表白羊座此时 不应该与任何人为敌 而至少应该表面和对方为友 星星在思想前也代表白羊座此时 外界以及暗地里的朋友助力会比较多 你们也比较需要依赖他人的帮助和建议 众人的一个好的平衅呢 其实是你们获得成绩和家庭地位的关键 应该更加珍惜 虽然是有新的圈子 新的市场去开拓的 但是原本已经存在的客户同事圈子啊 也一定要维护好 因为土星现在在白羊座新盘的十二宫 十二宫是一个代表因果业力的位置 也是一个信念相关的位置 如果给人感觉是忘本了 丢了初心 那会导致自己的财和事业的一个不顺啊 那情感方面呢 也需要一方面有更多的一个包容 避免这种冷处理或者是回避问题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也要去坚持自己的原则 去寻找态度和原则之间的一个平衡 如果有更多线下接触的机会 要去接触 单身的白羊座呢 有机会接触到新的团体新的朋友 不过还没有在这个季度发展的特别熟识 可能是交换了方式 打了招呼的那种关系啊 聊的不多 那正式进入到恋爱关系 可以等到后面的一个季度再看 整体而言呢 未来三个月白羊座主要的目标 仍然是在事业 主副业的一个政材收入等等现实方面 新年愿望的大多也是跟搞更多的财有关 那今年确实白羊座也有很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上半年的木星都是待在你们的一个政材宫 另外呢 健康的问题 白羊座也会有意识的做一个调整 比如说熬夜晚睡的这种现象 还有这种皮肤骨骼神经免疫力等等的问题 都会逐渐重视起来 因为你们知道身体是搞财的一个根本 对身材的一个管理呢 也会更合理 兼职呢 也是能够有成效的 穿戴呢 这三个月可以避开黑色 过年可以做一个黄色或者是橙色的手指 或者是多穿黄色系的服饰啊 更利用白羊座各方面的发展哦 那我祝白羊座心目旁目脚踏实 守得云开 见金光好运啦 我是艾达范老师 用新作为心理学 将你更好的规划生活 我们下期见 拜拜